今日要讀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3章1到4节 新约哥罗西书第3章1到4节 请翻开公用圣经新约285页 由诗会者攻读弟兄姐妹请识想 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头复活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他显现的时候 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信息 今日信息的题目是 上面的事 上面的事 恭喜郭声安传道传讲神的话语 主持事物传道 主内所有长辈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 主随听我们众人的祷告 让公义的日同能够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美好的神主祝福的恩典当中 我们一起来领受 来寻求我们的主 那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 上面的事 上面的事 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还有三个地方 其实特别显现出来 他说有三个与基督一同 第一个是要与基督一同复活 第二个是说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第三个在第四节说 要与他就是与基督一同显现 在荣耀里 其实这三件事情 就是我们整个重生得救后基督徒 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 一个历程 从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经历到与基督他的一同复活 也经历到一同藏在神里面 最后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 其实真卷 我们来看真卷的 之前的讲到 就是从整个哥罗西书来看 整个的架构 从哥罗西书第一 第二章前面是讲到一些基督 有关于基督的真理的教导 当到了第三第四章之后 就讲到怎么样去实践 这样一个真理 其实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当然我们真的要去 我们知道了这样的真理 那我们要去把它行出来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一个真理 内化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 所以在这段经文特别强调天上的事 上面的事就是天上的事情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思想意念 完全专注在这个天上的事情 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 在这一段 在这一卷书信 在第三章的地方特别要提醒我们的 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真理 转换 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才真正的可以把它写出来 我们才真正的可以到 之后 后面 之后我们会继续的来 分享这段经文之后 会进度怎么样 让我们可以脱去救人 传上信任 我们必须先在我们心思意念上面 留所转换 留所改变 我相信一个 正在与主同死同活的人 他的生命是一个追求在上面的事 他必须会去追求在上面的事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我们是不是与基督一起复活了吗 其实与主同活 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这个复活 在《罗马书6章》中提到 就是我们要在主耶稣 他从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个形状 复活的形状上 我们要与他联合 我们要与主耶稣基督 复活的形状上来联合 怎么解释呢 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 是有新生的样式 我们有神的形象 就是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保罗教导我们 他说我们既与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就应当求 这边的求不是 这边的求的解释 就是跟我们很熟悉的 在《罗马书6章》 主耶稣 他说我们要先求 神的活跟神的 那个求是一样的 是一个寻求的意思 是一个渴求 是一个追求的意思 我们是不是要 我们是不是有 我们真的与神父 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我们就自然而然 我们就会去寻求 去追求在上面的事 人的心里想什么就会寻出来 所以他说 后面第二解说 你们不要 你们要思念 上面的事 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常在想天上的事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去寻求 去追求 去渴求天上的事 让我们回想 当主耶稣才12岁的年纪 他在圣地里面 他的父母亲 已经离开了圣殿 要回家乡去的时候 他发觉那些主耶稣 怎么 小小的主耶稣 怎么不在他们中间 怎么有跟他们 结果主耶稣已经在 那个圣殿当中 跟这些犹太的祭司 在那边讨论 在那边讨论律法 那我们想想看 为什么主耶稣 在这么小的年纪 他会在圣殿当中 这么样的渴求 神的事情 当他的母亲 玛利亚问他 他说 我岂不当以 我父的事为念吗 这就是当主耶稣 他以他父神的事为念 他所彰显出来的 他就是很渴求 需要更多的认识神 他想要知道 父神对于他 要为世人舍利 上司价 复活的这样的 一个事情的子弟 他希望有更多的认识 更多的了解 因为他的心里面 是以父神的事为念 那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常常 思念的事情 是天上的事 假如我们常常思念 天上的事 思念上面的事 我们就会很渴慕 我们想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 更多的认识去寻求 神在我们身上的事 我们来看 我们必须要解释 到底什么样是上面的事 我们不是空谈 什么就是上面的事 就是上面的事 就是天上的事 我们必须去了解 在我们今天所读经文 到底什么是上面的事 其实上面的事就这样 讲白一点 就是神要我们去思念的事情 就是主耶稣我刚刚所提到的 在马太福音第六章 所教导我们 说我们必须要寻求 神的国和神的命 所以主耶稣他在主导 我们常在被主导 他一开始的祷告 愿人都尊主的名为神 接下来 愿你的国 愿父神的国 再来 愿父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就是一个 主耶稣在祷告当中 他教导门徒的祷告 教导我们的祷告 就已经很清楚的写明了 在这样的祷告 他寻求神 他是寻求在上面的事情 他寻求神的国度能够降临 他寻求神的旨意 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 行在地上 就行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能够活出 像耶稣基督一样的 这样的样式 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 我们之前也提到 在哥罗西书前面 第一章就提 保罗他怎么样 为这些信徒来祷告 也是为我们的祷告 他说求神赐下 属天的智慧和悟性 使我们能够满心 知道神的旨意 我也解释过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整个人 是被神的旨意所充满 我们整个人 是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这是保罗他很渴求 他向父神 为这些信徒来祈求 我们是不是也常 为了我们自己能够 被神的旨意充满 让神的旨意 能够行在我们的身上 如同行在天上 这样的事 我们有没有 常常向神来呼求 来祷告 来寻求这样的事情 在贝利比书四章八节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手边有圣经的 我们来看 在贝利比书四章 往前翻一些些就可以看到 贝利比书第四章 第八节 这段经文 它具体的讲明了 说明了 到底什么样 是上面的事情 是天上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读 在贝利比书第四章第八节 翻到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弟兄们 我还有位置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 你们都要失眠 这些事 这些事就是天上的事 就是上面的事 哪些呢 非常的具体 非常的具体 什么是真实 可敬 公义 清洁 可爱 有美 有个称赞 有什么样的德行 什么称赞 我们都要去思念 我们去专注在这些 所提到上面的事情 我们刚刚所读的 这段经文 我们从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身上 非常的清楚 看到这些的特质 他是真实 他讲真理 他是可爱 可敬的 他活出了耶稣基督的 他也活出了 父神的那样的公义 我们今天 在神的面前 我们究竟是不是在思想这些事 还是我们心里面只是在思念那些可恨 思念那些思想那些虚妄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在思念这上面的天上的事情 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柔和谦卑 他就是活出这样一个天上国度 活出这样一个生命的样式 希望我们众人我们可以 弟兄弟妹妹我们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多力点的来思念我们的神 思念神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生命的样式 以至于我们可以 渐渐的来活出 来活出耶稣基督 要我们活出这样生命的样式 一个真正有属天生命的圣徒 他知道自己是属神的 所以他所思所想都是上海的事 他也不断的在寻求属天的事情 他期盼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这样一个生活 但是我们去看到属肉体的人 或是属地的人 他只会思念地上的事 这些地上的事 就如同在约翰一书二章所提到的 这些事就是世界上的事 无外乎就是哪些呢 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还有今生的骄傲 这些都是世界上 从世界上来的事情 你去思念这些 最后面你只会越来越加的办法 更加的沉恶 我们也看到他说 我们要寻求天上的事 寻求上面的事 因为在那边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 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 我们刚刚所在习英文所念到的诗篇的110篇 就是在保罗引用了大卫所做的这篇诗篇 在这里引用了 他说基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 仇敌已经被践踏在脚凳 成为神的脚凳 被践踏在神的脚下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一个得胜 基督在父神的右边 在父神的右边是一个得胜 他已经完成了一个救主的工作 并且从死里复活 完完全全的将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救出来 就如同各种新书第一章所提到的 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了爱子的国度里面 如今我们都是在爱子的国里面 我们是属天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国度当中 在这个国度的里面 我们寻求他 我们就等于在寻求耶稣基督的得胜 寻求耶稣基督的荣耀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胜过一切黑暗死亡的权势 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 一切的死亡和一切的罪恶都不能再挟制了我们 并且坐在父神右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右边是一个最大的位置 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原本被降低但是他被升为高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代表什么呢 另外一个意义 更深层的一个意义在罗马书第八章 他这边说到说 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 因为有基督在那边为我们代求 这是非常让我们得到激励的 当我们寻求天上的事我们就如同跟主耶稣一样在父神的右边 一起为了我们为了神的国度来向神来代求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来寻求上面的事 因为那里有基督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 我们就是看见在那个地方有基督的得胜 在那个地方有基督的荣耀 在那个地方有基督为我们来代求 在父神的右边这里只有得胜 只有尊贵 只有圣洁 只有权柄 只有代道 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一切 我们只能不断的思念 不断的寻求我们的神 不断的思念 不断的寻求在上面的事情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吗 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 我们有多少的时间 我们是在思念上面的事情 有多少的时间 我们是在寻求天上的事情 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究竟我们跟这世界上的人 那些不幸的人到底差别在哪边 到底差别在哪边 这世上的人每天就在想 细才子路 每天都在想八大财 那我们呢 我们就一直在想什么 求主检查我们的内心 也帮助我们能够与这个世界上 这些事 这与这个世代有所分别 就从我们的思想意念 从我们所寻求的事情 能够比这世上的人有所分别 保罗在这边他继续说到我们不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 这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天上 地上的事情 他有一个宣告 他很清楚地说 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过去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很清楚的宣告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死了 这样的意思就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 在罗马书六章所讲到 我们必须与主同死同活 那个死就是与不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 在死的形状上也是与主联合 因为我们的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死之架 我们所有的罪 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 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既然我们已经在罪上死 我们就不可以在罪中去活 这是罗马书清楚地教导 我们既然已经在罪中已经死了 我们怎么可以在罪上面继续地活下去呢 我们受洗归路主的死 我们的罪生早就已经灭绝了 这是一个清楚成就的事实 但是 这边提到 接着他说 你们的生命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这是一个进行的事 要与基督一起藏在上帝的里面 这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经历 我们刚刚从我们说我们思念 我们寻求天上的事情的时候 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要让神的国度 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把我们与基督一起 如同保罗在这里面的教导 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你们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去 他说不要再去思念地上的事情 他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死了 我们要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但是我也都有服事啊 很多的信徒是过着在我们的生活 他们把自己变成是一个礼拜 反正来了就好了 我反正回复 离开教会又是一个样子 又是那样不死不活的一个样子 那不死不活就跟起初里面讲的老以下教会一样 不忍不乐是没什么差别的 就是到底在活些什么 我们那个思念我们所寻求的都是地上的事情 每一天都在想怎么样可以成功 很多教会都在提倡这些东西 然后再挂一个名字说 你成功了就可以容疆死 但是那样的成功却引导我们更加的败坏 保罗在菲律律三章说 有许许多个人 他们专以地上的思为念 在菲律律三章的地方 专以地上的思为念 他每天都在想地上的事情 保罗称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这样的人是基督十字架的手底 十字架的手底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十字架的手底 你不要每天就专以地上的思为念 一点你的思想念 没有留任何的空间给我们的神 不信念满是对地上的事情 马丁路德说人有三个敌人 一个是世界 一个是撒旦 另外一个是自己 但是其中马丁路德认为 这三个敌人他觉得最大的是什么 是自己 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肉体的邪性私欲 我们里面非常多的私欲 撒旦就用这个世界来引丘 私欲怀了他就伸出最难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 当我们一直在思念这地上的事情的时候 因为这地上的事都是败坏的 我们可以回想 《创世记》第六章那地方 这些人他们终日思想都是恶 当我们思想这些地上的事 这些地上的事不就是世界上的事 世界上的事 我们去看现金 放眼看这个世代 不都是恶事吗 新闻的报道每天打开新闻 很少看到 偶尔看到有那个死缘阿嬷等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个新闻 但是很大多数的都是 整个世界上已经非常地霸华的邪恶 所以我们若是思念在地上的事 但是我们就跟《创世记》那 我们甚至比对更严重 蛮好的想怎么样去为自己的肉体安排 去行乐 我们过年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事情 然后甚至大陆他甚至怕这一次 有一次践踏的事情 又不敢有一些的规划 因为很多人他们一放假 有些人的廉价都四天四天起跳 他想说我要先规划我要去哪玩 不是不能玩 只是那个玩已经 每天脑子都在想我要怎么规划 要怎么吃 吃哪边是最好吃的 哪里是最好的 我们求主要来怜悯来帮助我们 不要被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 以至于让撒旦的所有机会 借着我们的思想一点来影响我们 那昨天在line上面 就是一篇文章 我觉得非常好 撒旦讨论如何来对付基督徒 那真的就是 撒旦他一开始可能觉得 也许不能拦辱人来教会 也许我可以做一些 但是 还是 有的弟兄弟们也来到教会 他说 我更厉害的破碍方式 我就是影响他们的心 让 那个妈妈就非常的忙 忙忙忙忙 像拿大一样 然后爸爸就一天七天的给他上班 礼拜天给他加班 忙到没有机会跟神亲近 没有机会跟家人亲近 这一关还没破 我一定要破 我一定要拿到奖金 我一定要得到 这个什么什么 第几年 我现在也不大样懂 以前我也很喜欢打电动 但是现在真的 我不晓得 我对年轻人这一模一 但是你说破碍方式这个东西 我当然还能够了解 他说心里面想到我要得到什么保护 然后怎么样通过下一关 满脑子就是这些东西 满脑子就是3C的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只去思想 这就是二者的轨迹 他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他让我们不要再去寻求这个天堂 他让我们去寻求这是地上的事情 他让我们没有办法经历 要是你没有办法 你失念地上的事 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 你就中了魔鬼 二者的轨迹 求助 来提醒我们 若是我们像罪 我们没有死痛 我们就像刚刚所说的 我们是不死不活 我们就不可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 因为我们的神是圣经的 祂是祭邪的神 一同藏在神里面 这边要提到的一个解释 就是说 就像个罗西书二章 上一次我讲道有提到 我们要实定元首基督 元首基督 基督是元首 在个罗西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我们要紧紧的抓住 我们要实定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要每一天与主 有最紧密的连结 与主有紧密的连结 当我们悔改重生 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是与主已经是连结在一起 因为主借着圣灵 保卫是住在我们的里面 来帮助我们 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一个祷告 他跟父神的祷告 他希望 向主的祷告 向父神祷告说 愿父住在我们的里面 住在我们里面 如同父跟主合而为一一样 还有我们能够与主 与我们的神能够合而为一 当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 哥罗西书二章有讲到 说一切的智慧 一切的智慧 是不是都藏在基督里面 还有神本性 一切的公正都藏在神的里面 若是我们也是与主连结 我们也是藏在 与基督一起藏在神的里面 我们不就得到这样的丰盛 得到这样的智慧吗 思想我们 为什么常常我们 胜不过一些世界上的试探 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些的失恋 面对一些挑战 我们常常在那里很痛苦 哀声叹气 我们归根究底是 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没有来向神寻求 来经历 神他已经给我们的丰盛 我们在神的里面 只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可以去分辨 去面对一些的事态 当我们与基督常在神里面 我们就有这样的 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 你活出那样的一个 像神一样的慈爱 像神一样的良善 你怎么还会陷入那样的事态 在面对这些痛苦 患难的时候 难道我们不能去经历 这上面的事吗 我们不能经历这样的成圣吗 求主来帮助 我们从来神里面 我们与主言结 就是不断的经历 在上面的事 经历这样一个成圣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仅来寻求天上的事 我们更要经历 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 我们要在各样的试探当中 我们选择紧紧的连于元首基督 紧紧的抓住我们的神 与祂紧闭的连结 这不是很 好像讲得很抽象 最具体的就是 我们每一天到底 花多少时间在神的面前 当我们遇见一些的事材 我们有没有好好静下来 跟我们的主祷告 跟主说 主我们不是 与主你已经藏在主的 神的里面了吗 那神一切的智慧 会不会赏赐给我们吗 主要我们做智慧之子 不要做那一个可恶的可 被逆之子 不要做那一个邪恶之子 求主怜悯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常常住在 神的避难所的里面 最近一直在唱着诗歌 我心里也淫绕的诗歌 暴风雨中是避难所 主事盼食 他日间为我们折音 躺出太阳 夜间保护我们 主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我们要常常 住在至高者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当中 就是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应许 也是我们每一天经历神 我们必须 不断的把我们自己藏在神的里面 把我们隐藏在神的里面 最后 在第四节保罗 他以一个肯定的语气来宣告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是一个极深呼求的 一个大声的一个宣告 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从刚刚我们所提到 我们与基督藏在神里面 到最后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最后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 就是我们要 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这是一个终点站 是一个荣耀的重点站 保罗在加拿太师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他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当然 我就可以宣告 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其实保罗在写这一段经文 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刚刚是说隐藏 隐藏 但是到最后 要显现出来 这是一个奥秘 我们常常都会讲 已然未然 翻成英文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英文不是非常好 但是呢 我还是把它翻成中文 已然已经成就 跟好像还没成就 已经成就 是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 在一个复活的新生命当中 但是最终主要再来接我们 这事情还没有成就 所以他这边的一个实态 他是用未来的事 我们要将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 荣耀的里面 其实主耶稣早在 马太瑞十九章 就已经有这样的应许 他说反而跟随他的人 要与他一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与他一同来审判 以色列的十二个实态 这是一个最终荣耀的得胜 并且我们要得到 跟主耶稣一样 有荣耀的身体 像他一样有这样 荣耀的身体 这是所有圣徒 我们应当有的盼望 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在各种基督一章二十七节讲说 基督他要是我们 心里面荣耀的盼望 这是我们跟其他外貌人 不信主的人 一个最大的区域 我们心里面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 主耶稣他必要来接入我 能够与主一同来审判 与主一同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 所以彼得在彼得前出一章 他说到 我们要在现今这个世代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心 我们要谨慎自首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盼望 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写现的时候 他所要带给我们的人 是主耶稣基督 他写现的时候 还要让我们再一次的 与他经历到那一个 最后审判的 这样一个得胜 这样的一个荣耀 求主帮助我们在他面前 请他自己 我们所盼望的 我现在心里面所盼望的是什么 我心里面所思念的是什么 我在寻求什么 是地上的事还是上面的事 我相信这些地上的事 虽然短暂之间我们看见 好像可以满足我们 实际上这是短暂的 是会凶坏的 但是在天上的 是那不凶坏的 是那有荣耀的 主耶稣要我们能够 我们的神要我们能够得着 祂的称赞 得着那生命的冠冕 荣耀的冠冕 还有公义的冠冕 这是神的 其他我们能够得到的 让主帮助我们在今生 在我们还活着 还没有见主面之时 我们就不断的在神的面前 而且每一天思念 每一天寻求 借着读经祷告 来寻求我们的神 面对各样的事态 我们经历 上面的事 我们经历神在我们身上 这样的一个旨意 让主的旨意 已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所以主耶稣说 在诺加弥医师基章 讲到神的国已经在我们身上 神的国就在我们身上 虽然就是 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奥秘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奥秘 但是我不断的 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去经历 这样一个在地与不同在天的一个生活 我们每一天与主 藏在神的里面 与主更深更紧密的言情 以至于在主再来的那一日 他接我们回去的那一天 我们是与他一同显现的 实在都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母感谢你 让我们再次在主祢的话语当中 敏受主祢自己 要对我说的话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一个 充满罪恶危难的世代当中 使我们的眼目 专注在主祢的身上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要被这世界所夺去 主要求主 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力气 因为我们知道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也愿主继续施恩引领我们 每一天 我们紧紧的抓住 我们的主 让我们隐藏在主的里面 最终将与主耶稣基督 一同显现在我们的 这是我们心中最大的盼望 祝得跟主 施恩引导三一堂 保守主 你所爱的儿女们 免除一切的试探 在各样的试探当中 能够靠主得胜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